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10月23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來到星期三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國際時事 我們今天也來到農曆年9月21 而且今天也來到 24節起的雙降 我們現在身處柏林 但是由於那個時間表比想像中更加緊密 抽點時間跟其他人會面 所以 這幾天的節目可能也會受到影響 有少許調動 因為實在太累了 我們也沒有抽到時間做聯合廣播 所以 暫時也沒有聯合廣播 希望 可以過一兩天 看看能不能抽到時間 這一節我們要回來跟大家繼續說 是現在亞洲這一邊的最新局勢 就是這個 叫做 北韓和南韓之間 現在 是戰爭邊緣的狀態 結果最新 連這個叫做金與正 也是 狂飆 出來竟然是痛罵 南韓 還有這個 是烏克蘭的 話說這個 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的 副部長 金與正 強烈譴責南韓 還有烏克蘭的 說他們 是挑釁這個擁有核武的國家 更加 根據韓聯社的報導 他更加 是 說 粗口是抨擊這兩個國家的 而根據朝中社的報導 金與正發表講話的時候 是把這個南韓 還有烏克蘭 稱之為瘋子 或者叫做 精神失常者 更加說這兩個國家 是美國 是養的狗 說他們在挑釁擁有核武的國家 也批評這個南韓 是 侵犯著 北韓的主權 也說北韓正在調查南韓的無人機 越境事件 說要分析這個 南韓 軍方挑釁的目的 金與正 原本 就是有很多人 對他有不正常的幻想 覺得 他的樣子捐好 以為他 可能行為會比較正常 現在事實證明其實他們 金氏家族做得領頭人 在這個如此殘酷 的政圈裏面 而且 還要在北韓勞動黨 等於共產黨 能夠坐這個位的人 是沒有可能是正常人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甚麼 無端端擺明 居馬 是說烏克蘭的 其實也變相 是證明了 其實現在北韓 是等於承認 是有派 兵 參與這個俄烏戰爭 因為據說 北韓所派的部隊 根本就一早被烏克蘭軍隊 殲滅 而北韓所主張的南韓無人機事件 也看不到跟甚麼侵犯主權有甚麼關係 完全是北韓借把這件事不斷盛惑 說到那麼口響 到底 現在來挑釁你擁有核武的國家 你會做甚麼呢 原來核武 就是 我派無人機 你就動用核武了 是不是這樣呢 是挺好笑的 事實證明 如果 有無人機 飛去你的國家 你就要動用核武的話 這個世界 有你的這樣的國家 哪有可能會有安寧 所以不是開玩笑 現在的世界 就是在一個這樣的瘋狂邊緣裏面 並不是今天的事 自從 冷戰時代開始 大家就是活在這個擁有核武的世界 而這些獨裁者 從來 都沒有放鬆過 從來都把 核武當成他們手上的王牌 你看 現在北韓所說的話 你就知道 如果打常規戰爭 很明顯 北韓 根本沒有可能 是能打贏南韓的 因為俄烏戰爭就是告訴全世界 其實這些國家根本的軍備 落後 現代世界幾十年 金正恩早前也叫做緊急召開最高國家安全會議 說要針對南韓的行動 行駛這個 是自衛權 說行駛自衛權 就是說我現在是自衛 不過是開戰 結果換來南韓的軍方 迅速回應 就是說 如果北韓 首先進行攻擊的話 南韓會立即作出 反擊 結果奇怪的事情就出現 俄羅斯出來呼籲 南韓 叫他小心 要正視北韓提出的警告 中國大陸也出來叫停 中國大陸也出來 說了一個雙暫停 和雙軌並進 的主張 這些就是中共發明 的套餘 也沒有說到底要做些甚麼 整件無人機事件也很奇怪 因為 無人機要從南韓這一邊 發射 然後要飛到 北韓 的平躍 其實 是相當困難的 大家看看烏克蘭戰爭就知道 如果你要 從烏克蘭的邊境發送無人機 是準確地去到 俄羅斯的莫斯科 其實是相當困難的事情 即是說 如果不是去到軍用級數的 裝備 基本上很難 可以做到這一步 換言之 其實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這個無人機的行動 是真真正正來自 南韓政府的 而南韓政府之所以 做這件事 是有 其他目標 而且已經做好 防法 即是說 預計了北韓有機會 借題發揮 接著動手 看看現在整個南韓的回應 取態 你會發現 南韓好像相當有準備 準備就是要跟北韓來一場 可能有限度的戰爭 如果不是這樣 你也很難想像 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竟然不斷地對於一個 擁核 獨裁國家的挑撥 竟然全部都是強硬回應來的 每一次都說 你夠膽就來 我們會第一時間反擊 所以也有不少外界分析認為這次 無人機事件是由南韓 對北韓進行的試探行動 也要測試一下 北韓到底底線何在 因為這些共產政權 經常跟你說 我有紅線 我有底線 原來 又是變成了跟中國大陸 可能差不多 又是變成了中國大陸的最後警告 全部都是港字 如果這個真的是南韓的計劃 這個計劃實在是相當周密的 也順便 是攻擊這個金氏政權 要將金氏政權 跟 北韓人民要徹底分割開 反而倒過來就是俄羅斯 跟中國大陸擔心這一邊真的會爆發戰爭 當然 俄羅斯是不是真的擔心呢 他也可能根本不是擔心 只是純粹 是做大戲 純粹是官式 來回應 雙方的緊張局勢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6號曲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這次時間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 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